然后呢 6500和6300的区别就是它 还是回来舒服 这边有电动车可以骑 有共享单车可以骑 有各种交通便利的方式 不像在香港 啊好麻烦 这样多舒服啊 我们今天下午去参加一个小活动 因为我们本地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太阳也很大 你看我穿着短袖 放了一顶帽子 我们待会见 我们到了这个梅园酒店 好远啊 都快到古山了 这么高 到了梅园酒店 好像今天是一个它酒店办的一个活动 突然了一些摄影师过来做一些活动 我们上去看一下究竟 两个痞子 我们到那边去拍一下 呃呦 有银子啦 好久没看到乌尔啦 哇还有四泡罗尔啊 好久没看到乌尔啦 好久没看到乌尔啦 我们现在来到它最豪华的客房看一下 感觉都很忠实 我们现在来开玩你上来干嘛 都很忠实 这个里面还不错 这里面洗手间卫生间还好吧一般 然后这里是一个这么大的按摩浴缸 最主要是这外面的风景不错 开着窗全裸在那边洗澡应该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享受 下次过来可以过来感受一下 这个拖光光 拖喵喵站在这里 不错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床 大床 主要是它这边都有落地窗户 落地窗户不错 这边一个晚上多少钱 那也还好 不会很不算贵的 还带美女哦 走过来 我们的小孩子同学现在还在拍全景 外面环境不错 一千多块钱的房间配这么妥协 这人牛逼了 花生瓜子 牛奶巧克力香烟 有没有快快要的 我们刚好今天来到中尉这边 哇 满满的机器 说明给大家看一下 好爽 我们先拿这个是A6000 然后这台是A6300 等等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然后这台是A6500 就是我现在正在拍我的这台 然后这台是A72加的是2470F4关圈的 这台比较垃圾 我们放一边 然后这台是A7R2 装的是索尼向最新的这个2470 2.8 这个头要1万多块钱 阿曼你贵的头吗 来我们看一下这三台机器 A6000 A6300和A6500 6000其实我没多大了解 6300我有了解 6300和6500的区别就是 首先他们都能拍4K 而且马流都很高 然后呢 6500和6300的区别就是 他6500多了一个触摸屏 6300没有 然后呢6500多了一个五轴反抖 6300没有 然后这个快捷键 C1 C2 C3 这个上面 6000的6300的这个少了一颗 6500的多了一个C2直接摆在上面 所以说我的6500的这个C2键 被我设置成录影键 所以说这时候拍摄的时候有时候方便一些 A6000我就没怎么 没怎么玩过了 就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了 翻转屏给大家看一下也都是一个角度 都是差不多 三台机子都差不多 极限都是在这里了 好OK 然后这是A72 这是A7R2 然后这个头好 大巨头 大巨头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A7R2的画面了 加上这个2470 2.8的牛头 这台就是我用的A6500了 然后淘的一颗银色的1650 我觉得这种头比较方便嘛 你说如果真的拿一个像这样2470的头出去拍Vlog 这样子好美是不是非常重 所以说这种小机子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底下是我家的一个快装板 大家在淘宝上应该能买得到 你看我加了一颗安全绳 小机子 我现在手持A7R2 然后拍一下 因为它是全幅的 所以说这个24端还是能框住我全部的 也是带五轴反抖的 从室内走走看 好了可以了 手快装不住了 还是玩机子先吧 A6000 A6300 A6500 看一下这个布局 好像都差不多 HR2 A7R2 2470一代 F4关圈 2470 新的一代 2.8关圈 2.8关圈 好我们现在准备撤了 往上 好朋友找我们吃饭 哈哈 宵夜去了 停太边了 我的天 不玩死 怪不得 今天晚上全场菜经六八整 不过刚刚去领号嘛 说还有10桌 等吧 哇 闪亮三姐妹来 我们吃宵夜 明星来吃 谁要戴他口罩 他被人认识 海鲜和鲜就是小事没有倒折 没开发票 可以好办 接下来哦 嗯 啊 大衣服 见得漂亮 拍個視頻 全擺多大了